大家知道,最近中國的教育股跌到趴在那裡 因為有政策市,很多人問,為何爺爺什麼都要管呢 你放任一點都行不行呢? 為什麼一個行業發展得多蓬勃,你就去插它 先看看一些圖表 我覺得值得去看看,為什麼爺爺真的要動手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看了一個圖表,看了一個股票圖,會有更深刻的印象 為什麼新東方在線,在線上提供一些課程給國內的學生 你會發覺為什麼這支股票是由去年三年的圖,它都是上市兩年多的 為什麼是可以由 七個多炒上42元一年之內 然後由一年之前的42元就跌到今時今日的5元呢? 為什麼會跌呢? 好,看看選益表 這個是營業額來的,3億,4億,慢慢增加到10億 過去很好增長啊 公司一直在擴展,做多些生意,以前做3億生意,現在10億 但是看看股東的權益,即是盈利 下面應該是看股東應佔日利,這個會比較好 5,900萬是賺的,16年 然後賺9,000多萬,賺9,000多萬 2019年為什麼虧4,000萬呢?3,900萬,4,000萬左右 去年糟糕了,虧7億,7.42億 為什麼一家教育公司 會虧這麼多呢?投資者看到什麼呢? 明明你的營業額由3億變成10億 但是你的盈利可以由9,000多萬變成 去負7億 正正在這個行業發展是有問題的 有什麼問題呢? 差不多 就是利用上次雜資回來的錢 去不斷地擴展 擴展不是錯,但是你是欠市場份額 是不擇手段 譬如說 他這間公司 提供一些免費的課程 本來是網上的 收錢的 整整一下競爭激烈 別管了,我拿市場份額 免費提供給你 搶人 變成營業額就上了 但是另一方面 他的宣傳開支會大很多 或者優惠又大很多 或者你請的私資又大很多 結果整到 這間公司要虧7億 這些是這麼不正常 不合理的現象 其實在 教育板塊那裏出現了 其實我們在看一看股價 我們已經看到 其實不只是一隻教育股 很多隻教育股 基本上去年都跌到派 整個行業明明是 如果我買了他的股票 明明是在擴展 很多人搶著他補習 或者是搶著他學英文 這些公司又搶著他上市 然後發覺營業額上了 為什麼 順利不是怎麼上呢 就算是順利上了一些 為什麼股價跌到派在那裏 那一年 證明 投資者 一早已經發覺不妥了 所以這次阿爺出手 整頓這個教育板塊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 見到很多東西是不妥的 我再詳細跟大家講講 7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 出了一份 意見 關於進一步減輕 義務教育階段 學生作業負擔 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什麼叫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就是K12 什麼叫K12 就是等於香港的小學六年 加上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總共是12年 所謂K12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不包括幼稚園或者幼兒課程 他們指這個所謂義務教育 譬如香港的免費教育 就是這個意思 義務教育是想做什麼呢 就是給所有人 有一個基礎的知識 再 從而 就跟著 學會怎樣做人 怎樣去立品 怎樣去發展個人的理想 從而 可以長大了之後 有了基礎知識之後 再選擇 去上大專 專上大學 找適合自己的科目 再去發展 而是貢獻社會 這個就是 所謂義務教育的基礎的意思 基礎教育的意思 為什麼要有這個義務教育 他特別強調 這12年 香港是免費的 其實呢 現在就是說 出現了兩個負擔 第一 學生的作業的負擔 第二是校外培訓 就是補習 簡單來說就是 這兩個負擔 非常之嚴重 就是衍生的 即問題出現了 好 就跟著 這個是7月24日出的 其實這個 這樣的意見 出來了 基於什麼呢 基於就是說 其實習近平 在 這個是 曾經在 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員會 第19次會議 他在那裡說過的 他說義務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中之重 應該是重中之重 重要的重 應該這樣讀 他說現在中小學生 國內 普遍是怎樣 負擔太重 太過忙 為了 考試 基本上時間 用了時間 去做作業 然後去補習 就變成了 一個短視的心態 以及一個功利的心態 就不是一個 求知識 就是創了一個快樂人生的心態 就是沒有了這個 這麼重要的目標 所以 傳媒就說 其實 就是看到 其實 那個 以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思想為主導 中國共產黨經常 一百周年 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越來越覺得 它的效用 現在 以這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為主 指導 這次的教育的改革 我就可以 得出幾個 教育的方針出來 什麼叫教育方針呢 教育就是想 培養 什麼呢 立德樹人 就是立這個品德 樹人為基本的根本的任務 就以學生為本 就學校為教育的主陣地 主陣地 聽著 校外培訓的機構就要自利了 因為校外培訓的機構就不是主陣地了 這個重要呢 緩解家長的焦慮情緒 因為現在 國內的家長實在太過焦慮了 在這個制度之下 在這個行業的發展 太過焦慮 太過緊張 最後呢 最重要的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健康成長 這個就是 我們這次看到的教育方針強調的東西 做人 學生為本 學生要全面發展 家長不要那麼緊張 就以學校為本 就不是以補習社為本的教育 陣地 他提出兩件事叫相減 減什麼呢 減兩件事 減輕 這個學生的作業負擔 減輕校外培訓的負擔 這個是主要的 要做的工作 學校的學生的作業 另外就是校外培訓 其實強調了很多次的校外培訓 補習社那些東西 好了 那就有什麼行動呢 有大概是 三四個行動可以作出來的 第一 作業 做作業的總量要減少 以及甚至乎要禁止 家長 主動給自己的子女加添 加添做作業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去買補充練習 因為 國內現在是說 希望家長也不要這樣做 除了減少學校的作業之外 家長自己也不要 拜託你不要買補充練習 第二 就是加強這個 學校的課後服務 什麼叫課後服務 簡單來說就是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怎麼做呢 就是說現在 原來國內的學校很多時候是放三點半 如果全日制大概都是三點半左右 這個時候 問題出現了 如果父母工作的 怎麼辦呢 我是不是要請個保母 去接課學呢 或者我其中一個父親或者母親是不做事 去接課學呢 特別是小朋友小的時候 小學 可能小一小二 你大一點就不用接了 好了 現在倡議就說 學校是三點半放學沒問題 但是呢 會做一些放學活動 跟這個家長的下班時間 大概是五點半、六點 一樣的 就是說 上完課三點半放學 接著到五點半、六點這段時間 這兩三個小時 是有放學活動 那就是 那怎麼辦 老師也要下班 他就說 不要緊 他就要 輪班 彈聖上班 彈聖上班時間 部分教師早點回來 部分教師遲點回來 兼顧放學活動 就是放學活動 這個就是現在建議的 變成有些教師可以留夜一點 多留兩個小時 讓學生可以參加放學活動 之後 到家長下班了 才來接 學生放學 同時間可以六點多鐘 一起回家 就不用請保母了 好了 第三個行動是什麼呢 剛才說的第1是作業 第2是課後活動 第3行動 就是講補習社 規範 校外培訓 這些行為 特別是針對 學科 就是 在學校上的科 你不要再去補 不要再在補習社補 在學校學院就算數 現在補習的學校 就會登記為非 盈利性的機構 禁止資本化運作 資本化運作 就是 雜資 融資 上市 併購 考納名目 去收費 譬如擴展 這些全部不准 另外還有 假期的時候 或者行假 暑假 麻煩你 不要 去補習社 還有 不要請老外 不要請外籍教師 去教英語 這是第3個行動 第4個行動 其實就很簡單 強調 你去學校 就是最主要的 校內 就是要學足 學好 提升質量 這就是 第4個行動 好了 之前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那些老師就說 課上不講的課下講 我現在上課我不教你 不過呢 課後呢 課後呢 我就去補習社兼職的 到時我就會教你了 所以課上不講 課下講 因為呢 隔壁的補習社已經高身 聘請我去隔壁 做補習老師 因為我教得好 大不大鑊 大不大鑊 老師在學校教得好 原來有部份 收藏的東西不教 因為有人高身聘請他去 下課之後去做 做補習老師 甚至乎 有些老師就像職業一樣 做補習天王 好了 課上不講課下講 不可以再出現了 那麽呢 老師要組織 以及開始 加強這個科學活動 在學校的科學活動 還有呢 之前的老師會怎樣呢 跟家長搞利益關係 譬如家長 給 例示呀 新年送禮呀 這個就原來是很普遍的 甚至乎 去收 其他的 錢 跟學生個人補習都不頂 這個全部要取題 教育部7月28號 辦公廳又出了一個 通知 關於開展中小學 有償補課 和教師違規收授禮品 禮金的問題 的專項去整治工作的通知 即是說 好了 我現在要你的學 老師去兼顧 課外活動 或者是要 輪班 好 我給 有償的補課 我給你多些錢 讓你不用再去 外面做補習老師 另外一方面 嚴禁你教師去違規收禮品 收禮金 那這些就是 我們看到整個教育教育 國內教育法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如何嚴重化 所以為什麼 這個國內政 國內 中央是要 這次實實 在在做一些 去嚴格 去嚴禮 去做一些 所以 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教育股 跌得那麼多 我很慘 我作為投資者 我買了教育股 這裏沒有了一半 甚至乎沒有了九成 剛才那種 新東方教育 很不公平 經常干預 什麼都要管 其實不是 你看看 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就知道 原來國內教育 已經發展得那麼嚴重 另外 最後 講講 學生 如果 現在這樣的制度之下 睡眠不足 體質不足 抗挫折力的能力不足 抗挫折的能力不足 接觸大自然 接觸社會機會 細 視野窄 知識不夠豐富 不夠廣闊 不夠視野 不夠創新思維 沉迷網絡電子遊戲 這是不行的 建議 其實中小學生 應該是做家務 幫忙做家務 幫忙做家務 本身 一定要有一些體育的項目參與 也是 強調閱讀的重要性 以及 最好 可以的話 參加一些文藝的項目 比如說 音樂方面 或者是 舞蹈 或者是 話劇 之如此類 這些活動 從而 真的就是一個平衡的發展 好 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講講 刑副基金 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第一 刑副基金 其實大部分已經是 被市場人士所持有 不是那麼多美國人士 持有 只要是 說什麼原因呢 說什麼 就是 突然間 刑副基金宣佈 美國人士就不能再購買了 否則 明年 6月之後 如果現在再購買 明年6月之後 就不可以再賣賣 可能沽不出 不可以沽 為什麼呢 其實 這是美國政府自己本身所定的法律 我們看到 有些這樣的法律 定了出來 早前 所以曾經刑副基金有一段時間說不買 不能買 中移動 中電信 後來他也改回 現在就說 索性刑副基金出了 這個修改的章程 就說 因為你們美國有個法律出來了 如果你們再購買 刑副基金 我擔心你們 買了之後 明年6月 賣不了 好 其實 整個刑副基金的市值 只不過是900多億 大概等於廣估一天的成交當中的一半 還有很多都根本不是美國人士拿著的 所以 刑副基金 比如昨天的價格也是跟回市 市升 市升 市跌跌跌跌跌 主要你說 是不是中國 香港美國 有金融大線 現在 刑副美國買不到 其實不是的 我暫時看不到 暫時看不到是一個 中港美金融大線的前奏 暫時不是 因為 都是 其實 還是很多 中概股在美國正在上市 當然有回流 但其實整體來說 就未至於說我看到的中港美金融大線 已經一觸即發 或者預戰再現 我暫時沒看到的 我再度開玩笑 我暫時看不見 我暫時看不到 我暫時看不到 我暫時看不到